各位同仲朋友大家好 2016年金融市场轨迫多变 美国虽然率先升息 但是景气似乎尚未完全复苏 欧洲跟日本根本没有看到经济的曙光 还有更大的量化宽松政策 等待实施 过去向来是避险天堂固定收益商品 殖利率持续位于历史高档区间 上涨空间有限 先前广受市场关注的商品业物料 近期因为收收到中国经济成长减速的问题 走势持续探底 环顾全球投资市场 过往台湾民众最常投资的台股 美股 欧股 日股 陆股 今年以来到1月27号的报酬率分别为 -5.9 付6.4% 付4.6% 付7%和付21.5% 全数都是付报酬 而代表债券的巴克莱美国综合债券指数 和美国高收益债指数的报酬 也分别为1.03和-4.08% 表现意相对欠佳 至于代表商品业物料走势的标普高盛 综合商品指数也有7.48%的跌幅 所以主要资产的话大部分都是呈现付报酬 或是表现不佳 在今年开春的市场里面 只有CTA有创造4.35%的正报酬 投资人可能会很困惑 什么是CTA 简单来讲 CTA就是投资期货的基金 它具有八大资产配置 多空双向布局 还有创造绝对报酬的可能 过去投资人听到期货基金 可能会觉得这类型产品的风险很高 但事实上和股债相比 这类型产品的风险度仅次于公债 而就绩效来讲 这类型产品因为有走势稳健的特色 所以长期报酬来讲的话 远胜于股债 从1980年到2015年11月底 CTA基金累积总报酬高达29.68倍 远胜债券的14.69倍 以及股票的11.68倍 2016年金融市场四大投资主轴 非常明确 分别是美元强势 原料价格崩跌 货币政策分歧 以及中国经济成长走缓 四大主轴 唯有CTA基金可以通资 掌握四大主轴 给您全方位的报酬